七星年出生的陈建洲 87年出生的一建联 两位因为篮球结缘的好兄弟相差了10岁 一建联19岁那一年 陈建洲前往澳门观看他的比赛 两人从此成为了好朋友 认识他之后 奇怪哦 我脚就断了 是我们也是因为篮球认识 我们在一起聊得最多 每次见面聊都是还是篮球比赛 2010年一建联正在美国参加美之兰的比赛 陈建洲带着未婚妻范尾其来到新泽西度假 并偷偷让一建联帮自己安排好了一场求婚 第一点就是在一建联比赛的篮球场内 问我 他很认真的问我说 哎 你要中场还是要比赛晚 然后我说你建议呢 他说那一场可以热活队 建议是中场 因为怕大比分输了以后场面难看 如今二人都升级做了爸爸 晒娃狂魔陈建洲自然不用多说 一对双胞胎儿子 肥肥和翔翔不下一次登上了爸爸的微博 而一建联则低调了许多 2014年9月 他在微博上突然晒出了和儿子的合影 让大众大吃一惊 如今一建联除了在联赛开打期间忙于奔波之外 多把时间留给了家人 我回家他能教一生爸爸我一件行为 你像联赛的时候 可能一礼拜我就回一次家 然后那时候就连回家连暴都被我暴 很陌生 约了行天地北京采访不到